再把鏡頭轉回國內 國衛院最新的調查發現 全臺有高齡憂鬱症的患者 是大約有六十萬人 不過臺灣長者憂鬱症的就醫比例 確實只有兩成七 如果沒有及時及早治療的話 很有可能會增加罹患衰弱症的風險 並且提高死亡率 根據國發會統計 臺灣再過三年 二零二五年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也就是平均每五人 就有一人超過六十五歲 但老人活得長壽 卻不見得健康快樂 國衛院最新調查發現 當長者隨年紀增長 受到身體疾病及腦部退化 再加上情緒影響 很容易有憂鬱症 全臺高齡憂鬱症患者 約有六十萬人 國衛院研究團隊表示 如果長者情緒低落 而且出現吃不下 睡不著 體重減輕等生理現象 甚至出現自殺等負面思考 這三項症狀持續兩週以上 就是憂鬱症的警訓 但臺灣中高齡憂鬱症就醫率偏低 只有兩成七 研究團隊指出多數高齡憂鬱症 沒有就醫原因 很可能來自於對憂鬱症認知不足 不清楚憂鬱症是需要治療的 或是擔心物名化 預防老人憂鬱症方法 除了維持正常作息 規律運動也要多參與社交活動 身心健康老化 才能避免老人憂鬱症上升 記者那須民講的想要透露症